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这个个案案17240 他是一名50多岁的男性 那据这个个案字数 他是在去年也就是110年的12月26日 他曾经再到过居住在台北市南港区的确诊者 也就是案17066 那他是被CDC匡列为自我健康监测 那是在12月29日 他被安排到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中性院区 来进行PCR的一个採检 採检检果是阴性 那后来这个个案呢 他又在12月31日 他又再到住在桃园市桃园的这个确诊者 是案17167 那他也是被列为自主健康管理的监测对象 那因为他之前是在12月29日才刚刚採检 是阴性的 所以经过桃园机场处理 并且经防疫医师的建议 安排在接触之后三天再做採检 所以在昨天1月3号採检 在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阳性确诊 根据金融市卫生局方面初步疫调结果 这名确诊者在金融的租屋处与一名友人同住 因此已经将这名友人匡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并进行採检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 也透过警方的一个协询 在今天的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也已经联络到本人 那他的这个同住的这个友人呢 他是在家中并没有出门 那目前这个同住的友人 已经被本市匡列为居家隔离的一个对象 那卫生所也已经前去进行关怀 那目前并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本市也已经安排在今天下午的4点 到医院来进行PCR的一个採检 据了解这是从去年10月22号以后 金融市再度出现本土确诊病例 金融市长牛昌特别呼吁市民 面对疫情不要轻忽 落实戴口罩勤洗手 持续做好自身防疫工作 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第一剂与第二剂 疫苗施打率维持本岛第一 其中12岁到17岁有医院施打第二剂的学生 金融市政府已经规划在1月20后前完成施打 根据金融市政府方面的统计 金融市完成第一剂疫苗的人数 已经超过29万人 接种率达80.44%为全岛第一 施打第二剂也有25万多人 接种率70.29% 至于第三剂疫苗部分 已经在上周完成第三剂疫苗施打的 林又昌表示 第三剂最佳疫苗已经全面配送到各医疗院所 呼吁符合资格的市民警数前往接种 采谁到谁打 社区部分将会采简讯通知 监索环保局和警察局等特定机关 则会采集中施打 那现在因为没有预约平台 所以你谁打 谁到谁打 这部分 疫苗都是充足的 那另外呢 我们也针对有一些机关的部分 包括目前包括监狱以及看守所 还有我们市政府的环保局有大概400到500人 以及警察局的部分 那因为是第三剂 我们在调查相关施打的一个意愿 那到时候这些机关呢 我们也会进行集中的一个施打 那至于在社区的部分 我们卫生局也会发简讯来提醒 这个已经符合施打资格的民众 告诉他说你时间已经到了 你可以施打第三剂 那鼓励也提醒大家 来这个进行第三剂的一个施打 另外林又昌也表示针对12岁到17岁 有意愿施打第二剂疫苗的学生 金融市政府已经规划在1月20号前完成施打 集中规划就是有关于12岁到17岁的 这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规划是会在1月20号之前 把有施打医院的学生的第二剂全部施打完毕 那届时的一个覆盖率呢 也会接近将近8成 至于防疫旅馆部分 牛昌表示针对春节入境民众 将增加公费快塞次数 也会定期进行联合机查 1月11号还会举办专案机查 检视防疫旅馆的通风空调设备 相关的一个防疫旅馆的一个加强的作为 第一个部分是强化路径民众的一个监测作为 也就是针对春节检疫路径的民众 增加路径之后 公费家用的快塞频率 那原本是会在第十天 来进行公费的快塞 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天以及第七天 各增加一次的快塞的一个筛检 另外呢 也对于返家居家检疫 来进行加强的一个查核 违反相关规定者将加重裁罚 此外 我们在一直防疫期间 我们原则上是 一个月会 针对我们的防疫旅馆 来进行一次的联合机查 提升防疫旅馆员工防疫力 除了要求所有员工完成第二剂疫苗施打 目前也已经请卫生局安排第三剂疫苗施打 希望能够加强防疫旅馆工作人员的防护能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七土区重要的连外道路巴德路出现了军列破损的情况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不仅在市议会提案通过 跟到现场会刊 要求金融市政府公务处要尽快全段重新跑坡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七土区重要的连外道路巴德路由于常年受到货柜车等大小车辆碾压 道路路面出现军列破损的情况 虽然市政府公务处有先紧急采用小区块修补方式 不过金融市议员杨秀玉认为这条路非常重要 因此不仅在市议会提案通过要重新跑坡 跟到现场会刊 要求金融市政府公务处要尽快全面全段规划重新跑坡 才能真正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现在我们这个巴德路 针对这个我们整个路面改善事宜做会刊 那主要是因为这条路这个车流非常的多 那我修议也在这个议会有提案 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我们议长也好 包括我们张议员还有我们书议员都非常关心 这边整个路段的一个整个路面的安全 那刚刚跟公务处这边会刊 希望明年能够针对整段路 做这个抛铺的一个整个改善 还给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陪同会刊的市政府公务处 两个不同科室的承办人员表示 将等巴德路容纳各种管线的宽屏管道 全部施做好后再进行重新跑铺的工作 目前先进行小区块路面的修补 宽屏管道工程只剩下一小段还没有完工而已 议员杨秀玉希望公务处尽快 重新跑步好整段的巴德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海流一波接着一波天冷可以来一碗姜母鸭驱寒 不过疫情期间很多民众不想供锅吃姜母鸭 基隆就有业者推出了姜母鸭个人锅 一个人就能享受香喷喷暖乎乎的姜母鸭 黑麻油加入老姜在大锅里不断翻炒 正正香味扑鼻而来 一锅美味的姜母鸭 事前的功夫不能少 将鸭肉剁成块重量比例均匀 加入锅里小心翼翻炒 将黑麻油和老姜味道融入在鸭肉 加盐糖还有中药 然后我们会搭配一罐米酒 让鸭肉这个高汤里面会有酒香 炒过的鸭肉入味之后 倒入锅里加入汤头进行调味 开大火让米酒挥发 最后加入鸭血金针菇等配料 美味姜母鸭个人锅就可以上桌 肉质好吃鲜美鲜艳 会觉得它肉还蛮大块的 就不会像有些很小气的 都给小小一块的 我觉得CP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它的汤头真的非常的浓 怎么说汤头跟温度一起还好 它的姜味比较重 而且好像有一点中药味 喝起来真的蛮顺口的 分量真的是蛮多的 但女生像我一天有时候可能只吃两餐 我就觉得我这样吃完 晚一点饿了还可以吃点心 然后像火锅料正常 其实有些小火锅 火锅料也超少的 这个我就觉得 不错豆腐这种贡丸 有些都还会到两个 炖的时候它的鸭肉会缩水 所以我们尽量只能就是切大块下去 那因为鸭有时候厂商送来又有大小只 所以其实不一定 但是都是尽量能满足客人吃到肉的需求 就这样给它 姜母鸭是冬天进补了首选 但往往一群人共享大锅 疫情期间避免共餐 竟用业者推出了个人锅的姜母鸭 就姜母鸭的既定印象是 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吃 然后就现在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太适合 然后我们想打破这个观念 然后让有些人可能他找不到朋友 但又想要吃到姜母鸭口味的人 可以吃到这个餐点 我比较怕跟别人一起共锅 那种疫情的感觉不太好 那我会觉得他这样推出个人锅 我觉得CP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他的汤头真的非常的浓 天气很冷 来一碗就是这种热腾腾的汤 其实很棒 加上就是我平常有时候一个人吃晚餐 其实这个个人锅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家有在外带 我觉得外带这件事情 对我前一阵子疫情期间 其实就是不敢出门用餐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蛮大的福音 而且其实他们家的汤头 非常的浓郁 它那个姜母味 我觉得就是 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 甘甜温顺的感觉 个人锅姜母鸭不只内容客人稳定 外送订单更是强强棍 觉得我们观察下来 不管是外送还是来店的客人 大概比例7成以上都是点个人锅为主 反而在我们餐厅比较特殊 是点大锅人相对比较少 主要模式是希望以外带 像外送平台 或是客人自己来店自取为主 反而店内是没有推广内用 冬天来一碗姜母鸭 暖暖身体是不错选择 疫情期间不想和他人共锅 多想姜母鸭 业者主打外送 也让疫情期间 业绩逆势成长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导 佛光生极乐寺 举办2022号星会放光 平安灯笼彩绘比赛 吸引了基隆双北及各级学校的 师生踊跃报名 超过了600人参赛 来看学子们的创意 好心会发光 彩绘灯笼活动 吸引了超过600多位的大小选手 发挥创意 不管是栩栩如生的老虎 还是基隆异象的图腾 在圆滚滚的灯笼上 都可以看见参赛者的创意 与新年祝福 我觉得好玩啊 因为那个可以画老虎 我觉得好玩 然后因为既然是虎年 所以我画老虎 虎至心灵 然后福利全开还有好会份工 参赛者年龄由三岁到八十岁 还有全家三四代同堂的参赛 更远的来自桃园新北 当然也有学校固画班的带队参加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彩绘 一起发挥自己的创意 来彩绘灯笼 迎接一年的新迹象 带着孩子们来这里 就是为世界跟为我们的国家祈福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孩子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从画画里面去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希望 那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这一年接下来都能记住这一份感动 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 因为让我们对寺院有更多不同的体会跟感受 过年还是希望看到这个作品过上去的时候 应该会让我们全家更快乐 期许大家能学习幸运大师的三好四给必能发光 主办单位佛光升级二四带领大众共同发愿点亮新灯 希望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好话做好事成好心 所以好心一定会放光带给这个社会平安吉祥 真的非常敬佩 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从来没办过 而且办得这么成功 成功的是什么 参与的人本来是一级五百个人 结果是报名来了七百多个人 实际上到了六百多个人 他的作品都不错 都尽情撒灰 让大家知道我们宗教除了推展宗教活动以外 我们对艺文活动我们也很认真在待 所以主要是让我们这个社会世界和谐 让亲子家庭共认 就像谢老师讲的 这是一个进化人心 那一个社会更安详和谐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借着一个彩绘的活动 把亲子和朋友之间大家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是一股社会安定的力量 恭喜我们这一次的极乐式能够办这么大的活动 真的辛苦了 我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可以感动很多人 包含社会上的比较弱势的那一些团体 那可以结合成那个亲子的共识 以及社会的共识 那真的是成功的一个活动 祝福大众在新的一年 才会出多彩多姿的2022幸福人生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祝福大家 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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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家集团善尽社会责任 近年来深入社区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尽管碰上了新冠疫情 邀请专家导演线上开课分析案例 让孩子聪明辨别真假新闻 假新闻就是假新闻 但是要破解假新闻 就要把它内容归类进而快速破解 中家集团深入地方提升民众的媒体素养 这次邀请到创意总监苏佩荣 以线上授课的方式教导高中高职学生 聪明识破假新闻 我真的这么喜欢 只有真的假新闻是假新闻 无新的假新闻 是新闻产制的错误发生的 假的假新闻 它是很暗黑的 它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川普 川普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很厉害 他说所有媒体都是假新闻 这个时候川普他自己的阵营 他自己发布的消息 就没有一个是假的 但是我也要知道 很多的假新闻 其实是从他自己的阵营出去的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来分辨呢 所以川普的这个部分 慢慢慢慢就被人家都试破了 真的 无新的 假的 这三类的假新闻 乍看本质相同 但是在操作手法上却不同 苏佩隆讲师以实际例子 分解各类假消息 让学子们了解不实消息 错误消息与恶意消息的差别 老师教我们的是媒体辨识 让我们知道假新闻跟真新闻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知道 原来假新闻这么夸张 老师总是跟我们说 遥远止于智者嘛 所以透过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分辨 假消息跟假新闻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除了在第一时间判断消息的正确性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当个智者 然后不要再把假消息转发出去给大家 让我学习到如何从标题寻找到错误的资讯 像是网路上有许多假消息 但如果你没有去查证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错误的 而更要能体会假讯息就要融入实作 老师给好内容 请基隆女中及基隆上工的学生下标 薛明宏你把你的标题讲出来 让大家听听看 穿着制服的警员 与被拦下来的热心学童 陈正伟 有 孩童疑似冒险犯案 经缘警询问后得知 OK好 你要怎么把这个鱼钩放下去 鱼会上钩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多练习 你们应该就可以抓得到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讲下来 其实你们已经可以抓到一些东西了 希望透过线上课程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的力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人外国校的学生为了解决校园面临的问题 自己动手做出了侦测分贝 温度和PM2.5三合一的自动感测器 还有依据湿度启动的自动浇水器 展现智慧教育的软实力 Microbeat扣充板 然后这边有分贝侦测器 PM2.5侦测器和温湿度侦测器 对 然后我们把它组装完成之后 就利用MacOS网站 编辑进入程式然后进行检测 我们的运作原理是感测器收集的资料 会透过电线到Microbeat里面 Microbeat扩充板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无线网络模组 这个无线网络模组 它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传到这台平板上面 基隆士能爱国小六年级的洪凯佑 熟练了向学弟妹介绍 可测量声音分贝 温度及PM2.5 并及时将数据传送到平板的自动感测器 这可是他与小组伙伴动手做出来的 我们所要的东西是连接了分贝侦测器 PM2.5侦测器 以及温宿侦测器上传的数据到上面之后 这一个无线网络的模组 会把我们上传到平板里面 让我们可以其实知道我们的资料 这边呢 它的湿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就会开始自动降水 然后这时候我们沾点水 来握住它 它就会侦测到湿度 然后它就会停止降水 另外一组同学则是做出自动降水器 这组机器会根据植物的土壤湿度 决定降水的时机 它这边是个湿度侦测器 它这边有接到这个板子 然后这里有个寄电器 然后这里是它会显示它的湿度 这边是它的那个充电的地方 这边是太阳能板 可以那个利用太阳能来储存电 然后呢当这边是干的 它觉得这边是干的 土壤应该是干的 所以呢它就会帮它浇水 以较小的电流传到较大的电流里 呃原理它不是这样 还有学生通过3D列印制作的移动式 地井盆栽设计也相当吸睛 这是基隆士来国小参与的教育部 中小学数位学习生根计划 今年迈入第二年 在基隆士领先双北启动 全市校园智慧教育后 让数位学习变得更容易 像学校校园的无线网路的改善 这个在我们行动学习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无线网路的改善 让我们孩子可以这个无时无刻 可以利用网继网路来做学习 那另外也包括 其实尤其在防疫期间 补助学校相关的平板的一个设备 还有我们其实推了爱迪生的计划 所以我们学校也利用这个计划 其实购买了很多3D列印 雷雕 这些新兴科技的一个工具 让我们孩子在课程中 可以去善用这些工具 来发挥他们的创意思考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合自主学习平台运用 行动学习载具及动手做 加上跨领域的课程学习 也让小朋友觉得非常有趣 更有成就感 很有趣 因为这一个课程不但可以兼顾环保 然后可以很方便 又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电子 做出来就感觉很酷 因为 就是 感觉这种很复杂的机械 既然我既然可以做得出来 组装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失败 然后失败 完之后重装 装完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小朋友的好表现 甚至超乎老师们的想象 小朋友都是刚接触 他可能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先一步一步的 先告诉他们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们自由发想 然后可以把他们发想的东西呢 具体化实体化 然后用科技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实我们很大的一部分 在鼓励小朋友他们去做思考 然后还有设计和创造的工作 所以他们这次出来的东西 很多的部分是远远超乎我们的 对 之前的想象 其实小朋友发想制作的这些仪器设备 都是为了解决人爱国小周边的噪音等环境问题 甚至还组队采取了公民行动 让大人们也刮目相看 就算我是小学生好了 也能透过公民行动 能来解决问题 就是不会说 只有大人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小学生只能坐在旁边看 以前我们都是听老师讲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现在是我们自己要想 想问 自己想办法找答案 有一个小女生呢 平常她是很安静不讲话的 那这一次呢 因为她出来发表 其实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她 那一开始我在观察她 发现她其实讲得不错耶 那我靠近她之后呢 她跟我讲说 老师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我觉得越讲越简单 其实她这个回馈对我来讲 虽然是普通的两三句话 可是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 那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呢 第一个心心科技 就可以吸引他们很大的兴趣 那第二个其实动手做 以及需要动脑思考 去解决问题这个部分 也是孩子非常投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因为孩子也必须去表达 跟别人沟通 所以孩子也学到 丰富的沟通表达的能力 那更重要在课程里面 其实老师会引发孩子 很多的创意思考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只能爱国小 根据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的统计 金融市创客教室见识术 从106年的21间 成长到108年的56间 达到金融市长年幼昌的 校校有创客教室目标 加上校园无线网路改善 与添购平板人载具的 斑斑数位化政策 让金融市推动智慧教育更有利 更重要的是 小朋友能实际动手做 运用科技尝试解决问题 这才是推动智慧教育的目的 也验证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资 记者张琪辰基督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